噔噔噔噔噔 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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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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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歡迎收看電玩宅素沛 我是主持人羅特 祝大家新年快樂! 朱年型大運! 農曆新年都到了 大家有拿到押岩錢嗎? 押岩錢要下去買東西還是出去玩呢? 還沒有決定沒關係 我們來幫你決定 現在要推薦幾款強作遊戲給大家 還沒有交到朋友嗎? 馬上來錄買一波吧! 王國之星 3 觀眾期待的王國之星系列最新作 王國之星 3 終於要推出啦 遊戲幾乎集結了迪士尼旗下的所有 IP 作品 已經可以堪稱是迪士尼宇宙了吧 迪士尼的粉絲絕對不可以錯過 雖然先前才傳出遊戲內容被提早洩漏的消息 但還是無法影響本作的魅力 遊戲已在 1 月 25 日於 PS4 和 X-Bus 1 推出囉 中文版也緊接於 5 月 23 日推出 看在這麼多公主的份上 你還不買嗎 買 惡靈古堡 2 重製版 由日本知名大廠 Capcom 所開發 將經典的惡靈古堡 2 以現今技術重製的惡靈古堡 2 重製版 在公布後就受到各方媒體與玩家的關注 全新的模組和殭屍 讓你體會真正的壓迫與恐懼 先前推出的一回限定式玩版 更是創下了極高的下載量 可見其受歡迎的程度 遊戲已在 1 月 25 日於 PC、PS4、X-Bus 1 上市 喜歡殭屍題材就別猶豫了 買 喜歡日本熱血漫畫的人絕對不可以錯過啦 集結Jump旗下眾多知名角色的 Jump Force 將帶給你一個超越極限的格鬥遊戲體驗 讓你滿足名人、醫護、魯夫 一同混戰的超狂想像 究竟這些在作品中都查到乍天的漫畫角色們 誰才是最厲害的呢 遊戲將在 2 月 14 日於 PC、PS4、X-Bus 1 上市 這麼有誠意的 Jump 大派對你還不入手嗎 買 先前台灣開發團隊赤豬遊戲 在推出返校後 備受肯定遊戲也大獲好評 現在他們也即將推出全新的恐怖遊戲還願 而且遊戲風格也從 2D 變成了 3D 加上第一人稱的視角 更增添了不少心靈壓力 相信繼返校之後 這次也將帶來全新的恐怖體驗 遊戲將在 2 月 19 日於 PC 推出 台灣國產遊戲還不支持一波嗎 買 《冒險聖歌》 曾打造質量效應 暗龍紀元等系列的開發團隊 全新開發的科幻題材原創動作角色扮演遊戲《冒險聖歌》 在還未推出就受到各方關注與期待 遊戲中玩家將可以操縱喜歡的機甲類型 在廣大的開放世界中自由探索 遊戲也強調會帶來衝擊視覺的極致畫面表現 遊戲將在 2 月 22 日於 PC PS4 X1 上市 如果想當鋼鐵人飛天遁地 買 《生死格鬥 6》 相信大家都非常認識《生死格鬥沙灘排球》系列 但《生死格鬥》系列其實是一款硬派的格鬥遊戲呢 需要講求一定的技術才能在對決中勝出 而他們即將推出最新作《生死格鬥 6》 遊戲中將導入最新系統帶來更加全權到肉的真實快感 不僅如此 還有全新的故事和角色喔 遊戲將在 3 月 1 日於 PC PS4 X1 上市 想看妹子們的性感對決的話 買 作為動作遊戲標杆的《惡魔獵人》系列 一直是許多玩家非常喜愛的作品 但先前推出的DNC《惡魔獵人》卻因為風格與遺忘大幅相同 而引起一些忠實玩家的反彈 時刻多年這個系列終於要推出正統續作《惡魔獵人 V》 除了《淡丁》和《尼路》都將回歸之外 還加入了全新角色《V》 遊戲將在 3 月 8 日於 PC、PS4、Xbox One 上市 經過多年的等待還不玩一波嗎 買 航海王 尋覓世界 知名日本動漫作品《航海王》 一直以來都有推出許多遊戲相關作品 從手遊到家機遊戲都有 現在這個知名 IP 作品將要推出最新遊戲 《航海王 尋覓世界》 遊戲更是航海王首次以開放世界為主打 玩家將可以操控魯夫在廣大的地圖上冒險 享受全新的故事和不同於以往的遊戲體驗 遊戲將在 3 月 14 日於 PC、PS4、Xbox One 推出 航海王的粉絲們還在等什麼 買 《湯姆·克蘭西 全境封鎖 2》 《湯姆·克蘭西 全境封鎖 2》 《湯姆·克蘭西 全境封鎖 2》 遊戲將在 3 月 22 日於 PC、PS4、Xbox One 上市 想再度挑戰極限嗎? 買! 以上就是本次推薦值得購入的遊戲啦 雖然有些是在年假後才推出 但是可以先把紅包錢好好存起來 這樣之後上市就可以直接出手啦 各位玩家們 以上的強作遊戲你們都會怒買一波嗎? MING PAO CANADA 喔 MING PAO CANADA 喔 MING PAO CANADA 喔